中芯目前最贵的WiFi器路由器 问天B1 7200 Pro家 旁边白色的是B1 5100 Pro家 这两款用着相同的处理器 还有这个小光猫F7615 TV3 这是我花了100元买的 也是用了一样的处理器 同款处理器放到旗舰产品上 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吗 我们先开箱 包装做的挺好的 牛皮纸箱里面还有彩盒 彩盒正面信息比较少 侧面有型号和序列号等信息 盒子背面是功能亮点 新一代自演组控 两个2.5G网口 打开包装首先看到一份说明书 下方是路由器主体 配件有12V2.5W电源和6类网线 路由器的外观很棒 顶部印有产品型号 上面没有散热开口 散热开口在前方两侧 侧面比较薄一点 后面最后两个是2.5G网口 这三个是千兆网口 Mesh按钮 Reset按钮 USB3.0接口 电源口 底部中间区域带散热开口 为了连贯性 我把拆机部分提前 路由器的主板很大 上面覆盖了一片深度定制的散热片 散热片下方包含了屏蔽罩的功能 散热片的用料很足 重量达到了263克 我们再看一下芯片 主控是ZX279133 官方没有公开数据 路由器的串口输出显示 双核A53 1000兆赫兹 作为对比 联发科MT7981B芯片 在串口中显示的频率是1300兆赫兹 内存是1024兆 处理器直接负责三个千兆网口 两个2.5G网口是通过锐域RTL821B引出的 下方两颗高通QCN6224无线芯片 分别负负责2.4G和5G Wi-Fi 其中2.4G Wi-Fi用了一颗完整的QCN6224 这样搭配信号应该不错 我们看一下它的天线分布 5G Wi-Fi天线窥线三黑一黄 位置分别是后部侧面中间 另一边也是一样 剩下的四根是2.4G的天线 下面测试环节 我的系统版本是V1.0.0.4B888000 直到12月8日 升级页面依然提示最新版本 所以我在这个系统下测试 单线千兆宽带测速 跑满是没问题的 测了几次都在1200兆以上 下面测试QOS 并不是我想为难自研芯片 而是在日常使用中 给部分设备限速的场景挺多的 开启限速后Wi-Fi的速度上限 就被限制到了800兆左右 比用的同款芯片的B5100 Pro家好一些 但不太符合旗舰的定位 下面接第二条网线测试双万 两条千兆宽带上行和下行 都能正常叠加 但是在双万的模式下 QOS功能无法打开 我们再拿联发科MT7988D芯片的 锐节路由器做对比 双万QOS能正常使用 开启QOS后 Wi-Fi的最大速度在1.8G左右 此时CPU并没有占满 接下来我接上固态硬盘 试试USB速度 NVME协议的硬盘 正确识别了 我们试试局域网共享中 常用的Samba协议 读取速度在72兆左右 速度比较平稳 写入的时候速度也能到70兆 但是波动很大 作为对比 我在今年5月份测试了MT7988D芯片的路由器 锐节B172 Pro 同样的操作 读取在200兆以上 速度很平稳 写入的时候 虽然速度波动比较大 但是平均也能到100兆以上 我们再看看它的信号表现怎么样 WiFi射频配置中 信道改为44 穿墙模式 其他保持默认 这两个是中心发出的WiFi 环境中没有其他相邻信道的干扰 有些评测看似环境没变 其实环境中的无线干扰情况已经变了 极端情况下 如果想让某个产品信号差 再设置一台路由器 同信道干扰就可以了 群天的WiFi默认开启了KV漫游 波速成型的天线数量是4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 套内面积80平 路由器放在图上的A点 路由器离地面56厘米 这个高度是为了模拟电视柜 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中心B172 Pro加 待机功率9.9瓦 各个点位的数据都明显好于 5G Wi-Fi三天线的B5100 Pro加 与其他四天线的产品对比 也是非常优秀的 与瑞杰B168U对比 ABC三点 中心的下行速度更好 但是上行速度弱一些 1点的差距有点大 我测了多次都跑不上去 难道是我的联发科芯片的手机 与高通WiFi兼容性不行吗 但是同样用了高通芯片的 华为B17 Pro的一点就没有问题 总结 中心问天B172 Pro加 采用自研ZX279133芯片 双核A53架构 1G内存 硬件做工出色 有双2.5G网口 它的WiFi信号也比较出色 缺点方面 USB速度不行 路由器开启QS后 WiFi的速度上线也会下降 整体上不推荐 如果你很想支持自研芯片 买一个B15100 Pro加 性价比更高 问天B1712 Pro加的开售时间是 23年12月28日 到现在快一年了 也可以等等它的新产品 Luftwool 写界 117 10 2 宝石 写